修傑凱 謝瓊軒 蔡燦德和世元介 12號出席華燈初上未來版VR 上架記者會 劇情穿越到600年後 被問到如果真的可以活這麼久 四位演員最想留在身邊的會是 最想留下來 好問題 對 好可以 宝珈 宝珈 那我就是廣告 你那是蔡泰宝嗎 沒有 你是蔡泰宝 你也是蔡泰宝 我早就千年 千年 我千年自戀 她是蔡泰宝 誰跟妳要簽我 三年都學會簽我 簽球 西裝 男男 靜雯風 還好啊 那就是遇到打招呼 那個還好啦 那就是聊天 對啊 很久沒見了嘛 好像25年沒見 結果我上次碰到你是不是很新的 沒有啦 沒有啦 整個一直在嗨到 對 最近有那個幼兒園的事情 你會不會擔心 蠻擔心的 其實真的看了會 所以 最近你也不知道怎麼預防 那只能教育小孩 要說出來 然後要 要 公公保護自己 其實像我們那種年代 出道的小朋友 多少少都會遇不到的話 當時的確沒有社會的氛圍 教我們該怎麼辦 最常遇見就是傻笑啊 比如他們在講一些 真的很難聽的黃色笑話 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或者是你要是不小心被碰到 你真的會覺得 他可能是不小心的吧 但是你回到家越想越生氣 當你想反應的時候 你沒有證據啦 然後那個年代 又沒有什麼拍照 或是 演書這種 可以幫自己講話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 很謝謝這些願意 在你外長的 我現在這個年紀的話 我應該會大聲撤斥他 或賞他兩巴掌 不管是男生 女生 其實都應該是要有意識的 學習跟知道 如何保護自己 是比較重要的事情